今天在台中又传出了校园体罚事件 有一名国小五年级的男生 因为一题数学没有定证 被老师处罚要交互蹲跳一百下 结果在两天之后出现了恒文基溶解症 差点病发肾衰竭 整整住院一个礼拜 虽然这名老师非常的后悔 但是他错误的体罚行为 已经对学生跟自己都造成了伤害 11岁的张小弟 当时就是这样两条腿不断交互着 跳上跳下 连续一百下 两天后他的双腿痛到几乎站不起来 紧急送医 诊断后发现罹患了恒文基溶解症 在医院照顾他七天的妈妈心痛又气愤 一体数学没有写过程 错了没写过程就这样子而已 就被他交互蹲到一百下 他回来只是跟我们讲含脚酸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很心酸在心里 男童的妈妈双手合十 不断重复儿子的病情 他心疼儿子遭到严重的体罚 差点并发肾衰竭 体罚学生的老师平常教学就很严格 教室黑板上是老师的字迹 写着警告秩序不好和未教作业就得受罚 对于学生出现这么严重的伤害 老师也很后悔 老师也很懊悔 一提起来就哭 提起来就哭 以前没有过 这是第一次 也不知道哪 真的是一念之间 体罚的女老师28岁 教了四年 她在部落格写着 要当个和蔼可亲的老师 将学生管得服服帖帖 底下是老师抱着两个学生和乐的动画图片 没想到现实管教会出了问题 校方表示已经依规定 把这件事通报读学 记者综合报道